医疗和健康是非常清晰的 对吧 就是对生命的掌控 对这个新型农业的掌控 万物生长不靠太阳 立体农业不靠土壤 掌控生老病死 不是梦想 你觉得这样的时代会来吗 肯定会来 你不觉得可怕吗 可怕那是工业社会人意为可怕 我们是未来社会人 不可怕 对吧 他们那天说 你这小子 你这哥们老哥们 你就是一个混在当今 活在未来的人 我说这个话对 我还听 我这当今的东西 我就没多大兴趣 对吧 这个房间你一进来 你就2.5也不是问题 氧气也不是问题 所以我们一到火星 一到别的星球 就都不是问题了 绝对不是问题了 就现在所有地球的困境 都可以解决了 当然是可以解决的 所以说世界是为 活得长地人准备的 你不要去想那些社会问题 你费那么多劲 批评这个批评那个 你不想想世界下一步是什么 往那一蹦过去 这些过去全都去掉了 对吧 往事如烟 它就是如烟 那你就说对您来说 从沙士比亚到哥德 到鲁迅都没有意义了 他们这些人存在 他们都有从来不看 谁是谁啊 这是一个最大的冲突 就是生命科技和工业革命的冲突 所有的思想文化积累 都是工业革命和农业积累来的 我说不要去看那些东西 我们进入个全新状态 我将来把你大脑给你解密了 我说 思想再拐不惯 给你灌点蜜蜂汤 我说 再给你吃点幸福水 但您不觉得人的记忆痛苦 哪来的记忆痛苦吗 痛苦什么苦 你这不是对人反而来一样 我怎么没痛苦 你不可能没有啊 怎么可能没有痛苦呢 你 如果你坦诚的说 没痛苦 好吧 这属于耍赖 真正的痛苦是来自于 你吃不饱穿不暖 你痛苦一定是把你的思想要强加于别人 别人不听你你就痛苦 我根本就不想你怎么想的 我怎么会有痛苦呢 你骂我 我从来没听见 我还不知道我是什么人 要你那儿说我啊 想那么多干嘛 你躲开那种痛苦不就完了 这个痛苦并不一定说对抗恶 这就是人的一种天然的一部分呢 天然你换一下 你做一个猴子 你打兵那个星星 你闺女肯定不同意这个 我觉得 所以我闺女 还就是最后跑出来吃我的饭 他有没有事两天两夜不出来 三四个小时就扛不住了 您不真的很少担心 比如技术失控带来的风险吗 我管得了吗 但是所有 比如当年比如爱因斯坦造了原子弹 他其实是很内心很多的纠结斗争的 他觉得这个事情由他而起 不是你这个说法就是典型的这个学者的想法 我这我你这给我扣帽子 然后我就把他们说了 这个学者都可以这样 我说你给我闭嘴 你做一些事情你来 你来钱都从头做到尾 你说后来怎么样 他马上就不说话了 你做着做着你就知道了 你有那么多责任 你有那么多人 张作者要吃饭呢 他跟实践是不一样的 但是有人批评实践 本来就是一个社会的一部分 那你去批评你的啊 我他妈没听电啊 我怎么管那么多呢 地盘在我的手里 我想怎么干怎么干 我没有拿纳税人的钱 才做的事 你就管不着 potential的会带来双人见 那potential的 那我就不能不动啊 什么事情 前缘都是双人见 你这个必须面对这样的事情 如果 所以我都不参与这样的讨论 你问我有什么痛 我没痛 我有什么痛 问我有什么难处 我没难处 因为我觉得我每天都在往前走 精神上的东西 要靠自己化解 当你这种社会问题 解决不了的时候 你换出活法 对吧 你像文革的时候 弄的时候我下乡去了 我跟农民在一起 那无忧无愁 对吧 所有斗争跟我们都没关系 我们是唯一的就是填饱肚子 那不是一种活法吗 对不对 然后大家都去出国的时候 跟他去出国 跟着墨西哥人在那学英语 觉得很累 但是我有一份工资啊 我又吃饱了 学得好就学 学不好就不学呗 对不对 比起我们的前辈 比起我们的那些当年的那个小象知青年 我们太幸福了 我前一段被一个人狠狠打了一拳 这么骂了我几句 哎呦 我后来都想给他下跪 六八年四月份 我们俩的那个猜拳 福克劳的密码猜拳 打到刘少奇 打到邓小平 他蹦出一句话 打到 对吧 我说这不能搞了 不玩了不玩 几个小时警察来就把他带走了 我也没当回事 然后很快我就离开学校了 我就下乡去了 然后一晃三十多年了 我们小学同学聚会 说老王你现在是名人 你必须回来 他就给了位去 想不起来他事情 我们俩当时做的一个 应该做 他判了十二年 我操 到七十年代的时候 他可以写个申诉书 什么东西就给他放了吧 没人管他 家里老人去世了 没人了 他一直把牢底 做到八十年代的时候 放出来 放出来他不敢 面对社会 你像我们的小学毕业 他也没有文化 也没有精神 没有社会照料他 他就跑到一个那个 乡下老远的地方 承包了一节公路 在那修路 你又修了十几年 所以修路没法活下去 也没人管 所以他没办法 他又回到城里 城里他活不下去 他就摆个小摊 小摊那边上有个小摊 一个单亲妈妈 就他们俩互相照应 然后两个人就生活在一起去了 六八 七八 八八 九八 零八 哎呦 四十三年 四十二年 他见到我 他打我一拳 眼泪水出来了 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事 他认为是我举报他的 我说怎么可能呢 我们家那么黑五类 我怎么可能举报你呢 但是警察问我 我说是说过那句话 然后我们就不敢玩了 像这种东西你说 所以我这个揪心了 怎能避免生活中的这种东西 后来我的结论 这华大人都知道 同志们活着是硬道理 健康幸福的活着是硬道理 活得长长久久高高兴兴 是硬硬硬的硬道理 其他全他们扯的 什么狗屁精神 想不明白换种合法 这个地方不行 那个地方去 还莎士比亚来 他妈呀 谁啊 他娘的 这是管他那些东西 你这这这这这这 那这这这这这就是 吃饱 有一口饱吃 就喝了 你心里有点不佩服这种人 拿生命赌的那些人 我们这人活出我们这人的精彩 对吧 8月中旬 我来到深圳 达尔文会排的第一位去 比如说回到更小的时候 比较清晰的感觉到 你现在说这种价值观的成立 实际所以是不会这么想 不是 我觉得价值观不重要 但是您是靠一个非常明确的价值观在驱动 不是 一定不是 我在价值观上放到最不重要的位置 三观重要最重要是人生观最重要 人生观不就价值观 两回事 我三观都跟大家不一样 第一个我是世界观跟大家不一样 我看世界 我看得见将来会是什么样 无非是 我就一定能实现 所以说你今天参观的话 我们所有东西 理论上的东西都在世界 有一个特鱼 跟一个正常计算机相比 是一个什么概念 它能可比吗 和计算机比的话 它可能计算机更多的 就是电气元件为主 在这个里面 它有生化反应 有没有有一天比如这个东西也变成像一个 ThickPad或者像一个 对对对 我们做的最大的一个对比就是摩尔定律 就是计算机不是因为摩尔定律 从一个特大的库房一样东西就跑到一个芯片那么大 就这个测试仪也会 对 在这感觉像陶一鸣在研究生物技术的一样 那么你坐呗 我们可以开始了吧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那些测试仪的机器那么大 有一天是不是我们的手机 你的基因所有东西可以很快这么检测出来 然后对自己的生命的修正更正 你说有一天是你怎么算的 哪一天 二十年十年 很快的样机就出来了 然后都会怎么样 我就很好奇 就生活变成什么样子 你的生脑病是变成一个三D的四D的表现系统 一个阿凡达的表现系统就出来了 但是我就始终想的就是对自己有种帮助对人类 是不是从根上解决问题的 改变就生产上改变能不能把农业把一万年的农业模式都给它变了 我们的那个新楼里面300平方米20米高 要供应华达6000人的那个蔬菜和蛋白质 一人一个立方米够了 这就是我们的明年的目标 我现在农业就提出的一劳永逸不劳而获 工业的崛起它是农业支撑的 相对于工业革命你算什么呢 工业革命做法是这个种吹钩拉袖 所以我就充分体会到大规模的操作的成本和效率的关系 我们动不动就把市场价格砍一个零 现在美国做一个PCR做一个疾病的诊断是1400块钱 我们现在做胎儿诊判我们提出1块钱 那实际上是根本美元比是1比1万了 如果实行的话整个国家的面貌也会发生巨大的改变 新的市全部启动了 昆明全部启动了 前西南 于北 那已经开始了 已经将近1亿人口了 就在这些区域的话 那种未来新生小孩那种基因疾病就会 马上就下去了 所以您可以想象一个没有基因缺陷了 甚至很少疾病的世界的 一个时代的出现 对吧 我就认为就快到了 所以敲钟的时候为什么 我说是敲响了基因相关疾病的上种 所以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时代 就跟农业时代跟工业时代没法说到一块去 所以过了20年之后 我们所有的对于经济生活意义的理解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农业革命和原始采泽带来的变化 工业革命对农业革命的摧毁 对吧 信息时代对工业思想的摧毁 生命科学对工业思想 这边是纳米尺度的 这边是微米尺度的 到厘米尺度 你对你的身脑病史 就像看一本联合画一样 看得清清楚楚 你有什么不舒服的 一比就比得出来 我所有的变化都清清楚楚 那我就真的知道我的身脑病史 是哪一天怎么控制 汪剑很少谈论他的早年经历 在媒体上他总是强调 吃喝玩乐是他的人生哲学 但我还是好奇 在他表面的戏谑之下 他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 又是怎样的力量塑造了这种价值观 甭跟我谈什么兴趣驱动 少扯淡 统统是吃饱撑的 达文不吃饱他能干这事吗 他吃饱撑了不就是你举动吗 这两个有矛盾吗 不不是 他先吃饱了 他先的他妈殖民主义带来的财富用不完 没有一个人在穷贫 贫困中为人类做出贡献来的 没有人 政治家如此 科学家也如此 我认为最傻的就是企业家 那你干嘛干这啥事啊 我是什么 我啥都不是 我说是吃饱撑的 不是企业家 是撑点 我追求的是人类终极追求 那就是吃喝玩乐 这个两制永保 对不对 三皇五帝的最终的人生 都是念灯嘛 对不对 我们干嘛不提前念灯 现在的华大比如说现在在权势业里面竞争者有吗 你觉得 没有 回到94年 当然您 总于在美国待了六年了嘛 要回到中国 是跟受到这个 这个基因组计划的启发 我关键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技术变革的话 必然带来科学和产业的双重机会 工业的崛起 它是农业支撑的 对吧 所有的国家的 都是农业崛起 你要回顾来说 那个民族卫星 还有三件事情 就是现在 你不能不扶它 主张大力发展隧道 所以它到了甲午的时候 六个新品种 使它的整个日本的水道产量翻番 还有这个有意思的数据 对 它支撑着日本的农业增长 第二件事情 工薪产业 培植的工薪产业 就丝绸 甲午的时候 70%的军费 是商产业 是丝绸业支撑的 第三件事情 就是它确定它的海洋战略 它先是近海捕捞 然后到远洋捕捞 然后你去看1860年 它确定的 它叫大东亚安全线 立宜线和安全线 所以它现在的 竞强于什么那种 海洋的这种模式 其实是那个时候 是民族卫星确定下来 这三大的农业支撑了 它后面的工业发展 所以你要搞一次新的 通过生物技术来完成的新的 类似的明智卫星的事是吗 不是 对吧 这两百年落后 我们为什么不到前面去跑去玩玩 我说跟到后面走烦不烦 烦 那时候到前面去玩玩行不行 行 完了吗 您什么时候觉得 我们现在真跑到前面来了 是我们带着就玩了 02-03年 那么早就开始 对啊 2000年的时候发现有大规模计算数学的方法 就香港的方法 能够把这个基因可以拼起来 就计算技术 和大规模的工业技术结合起来 可以突破了 然后在这个时候 日本人没反应过来 英国根本就不跟计算机来往 美国的他妈的有两派 一般就是数学计算导向派 一般是生物学导向派 我一看打什么架 在两个方面一块绝对赢 我多鸡折 所以真的是一个非常挺意外的一个 你不在前缘你体会不到 我一看到美国那个大的 他为什么行 他7000多个CPU抓在一块 我回来我就订了3000个CPU 跟我谈大数据 老子是祖宗的祖宗本 您有没有特别科学上或智力上那种偶像的人物 比如说达尔文或者什么 他会有这么一个这样的人存在吗 我觉得我们现在做的事情 在综合评价上 已经不次于他们的共享 比如说我们现在做了200多万人的出生缺陷空车 将近有2万个家庭了 如果我们明年做到2000万呢 如果我们做到20亿呢 对吧 要把这个科学论文写在人类的地球的大地上 商业直觉和领导能力上 包括你那些朋友 比如像你跟比尔盖斯 或者碰铁很多成功的商人 你跟他们 你会潜意识做比较吗 你跟他们的相似和不相似 没有相似性 目标不一样 我们是为了拯救自己和拯救人类来的 我先拯救自己来 我说我对我自己描述很简单 贪生怕死 自私自利 贪婪懒惰 12个字 贪生怕死就跟我来 勤劳勇敢地一边去 就是我说你笑你不信 我干你看你怀疑 我好你学你交钱 好谢谢 到时候这个报告的话 可以到时候 可以啊 工作人员发到牛箱 行 你特别疲倦的时候怎么办 疲倦 会吗 特别疲倦 随便找个灯上迷一会儿 就好了 这样 有个20多个 是不是你把它弄糊了 确实也弄糊了 对啊 大概多久 你还多少年可以把它弄糊 现在主要是真不出来 是没有那样的一个容量来 它带人不来 别的相似带人不来 如果是纯粹一个科学家 你会比人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我在80年代的时候做科学很厉害 我87年的时候我就参加襄亚的那个副教授竞争啊 我十几篇第一作者文章 在那个时代几乎没有人受对手 最近我才突然误出了 其实还是工具问题 我80年代初人那么牛逼 是因为世界银行贷款给了一个电子显微镜 我他们天天报到那个电子显微镜 别人跟我一抢我就晚上干 你晚上干到十点 我从晚上十点干到天亮 所以那个时候你有新东西 所以你觉得工具是驱动一切变化 最本质的一个东西 最核心的一个东西 你现在回过头来看 有了用火的能力 就有了食物肉食才有人类进化 有了对稍微高的温度的控制 就有了陶瓷 就有了青铜器 到了上千度的温度的控制 就有了铁器 到了上万度温度的控制 就火炮 到了上百万度上亿度的 就有了核武器 都是你对那个东西掌控能力 对一个工具掌控能力 你没有这些工具不可能的 唯一一个人真正牛逼的就是那个 就是爱因斯兰 就空向出来 他也他那个量子测量 他还是他想出来有人给他测 所以那个物理科学实际上说白了也是个测量科学 生命科学也是个测量科学 对吧 你有测量 为什么我对这个认知那块表示一个怀疑 因为你没有测量 没劲儿干什么 他自然到时候就会认知他的 所以这些灵魂这些意识都是可以通过新的工具来 把它算法化数据化的 一定会 所以您也不太相信人身上存在的那种神秘性 不可解的神秘性 神秘性是我不认知的 是无知带来的 对啊 哪有从意不可解采的 有因就能解得开 那会不会变成一种盲目的科学 科学主义式的自信 那科学训练的前提就要意识到这种无知的存在 无知你去探索 你觉得你有精力你就探索 你觉得你有心去探索 那怎么比如解释像牛顿这些人这么聪明的人 到晚年好像又回到了意识对他们的诱惑 难道是他们不认知 就是说他们比人的水平也很高 对 这个心理上的逻辑是 现在是没法量化评价的 是不是永远都不可能量化评价 是因为这个原因 不是你管他们是干什么 你才那么远干什么 您都想那么远了 我们就不能去 不是我想的是能实现的 不能实现的先放一边去 我要在我有限的生命中 把我的认知和能力发挥到极致 在未来社会上可圈可点流的一个里边 不要为那个秘密学你解决不了的东西 一辈子犯刺 但比如人类社会的存在 不就是因为一部分人非常的要解决现实问题 另一部分人充满了幻想才构成了人类社会吗 我们现在还不够幻想 就是说你以一种非常理性的面目 或者说和那个逻辑的面目 做出一个特别幻想的一事 是不是 对啊 对吧 别人 一个疯狂的事 对 我已经够幻想 你说算了我幻想 就不公平了 但你想过自己的实际上那种 这种这么持久的一个热情 强烈的热情从哪来的呢 是基因带来的吗 不是挺好玩的 但您的生命不是车而乐 您的生命是创造力创造性啊 你是对创造性的迷恋的 你不是对车 你对车而乐一点不迷恋 我觉得你 你就是忽悠人的 你是对不断创造新的东西的兴奋啊 对 那也是一种玩吧 你把它当成一种玩吧 我操 这种玩意 你们要做多少馅儿啊 我做十多馅儿没有做 不行 我都在做一样馅儿 咕咕咕 你这个平时不做呢 不行 我没做 你还做这个 你要做这个 哎呦 丢人呐 我这给我们丢人 哈哈 你们谁要来试试 哈哈 哈哈 我妈呀 梦间有他刻意的强势与戏谑 回避我对他内心的追问 到底是什么促使他 以如此的热情 投入到对生命科学的探究 我感到答案或许存在于 他一直试图忽略的个人成长记忆之中 王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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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小时候最想干嘛呀 十几岁的时候最想干嘛呀 十几岁的时候 十七八岁的时候 我这想不想不知道 对 那时候想干嘛 想进城过来 哈哈 哈哈 那插队是吧 那时候 对啊 嗯 你现在回忆起来 比如说 当时在措尔爹生活 对你个人的想法也好 性格也好的这种影响 想什么法 今天晚上有没有吃的 晚上能不能吃吧 我这生活中就没有什么困难 最大的困难就是 就是 哎呦 对吧 我那个时候最大的发明就是这个 监守自道 我们那个粮食上面都是用那个 叫灰印嘛 盖的那个印嘛 嗯 然后是几个人 对 你负责钥匙 我负责印 然后他负责什么 三个人在开那两张才能开的 嗯 但是我的妈呀 晚上没得吃的 怎么办呢 嗯 实在是饿得受不了了 就从那箱子就拿捅 嗯 然后又动 那个 那骨子就 就漏下来 对 也不能漏多了 漏过一斤两斤的 就把它冲成米 当天晚上就得煮着吃了 嗯 好 第二天要收拾得干干净净净 要不然检手自道就暴露了 后来说 哎呀这个不好 这个有个内疚感觉 那干脆就弄点粮食 在边上弄个空房子 嗯 然后到晚上就放几个放一袋 然后老鼠就会进去 嗯 估计进去了十几只老鼠 把老鼠一关 嗯 然后把老鼠全部消灭掉 那煮一顿吃的 嗯 吃肉我差 比监手自道的粮食很厚 好吃吗 当然对 你说能不好吃吗 你饿了天温地暗 什么都也不好吃 嗯 最好玩的事情就是 有一年我们家闺女那个 一要面试没有娶她 她就不得了了把门关了 我问你 闺女啊你这老大赶紧回来吃饭 你不知道 什么叫精神痛苦 我说我这个人就从来没有精神痛苦 只有肉体痛 我就知道三天两天不吃饭是什么吃饭 什么两天想不开我从来没有过 我说我闺女啊有本事你别出来 刚开始还跟我说话 后来理都不理了 把门反锁的 我们就装模作样 放个面包放个血放了碗 第一天他真的没碰 嗯 第二天晚上把偷偷摸摸出来了 哈哈哈哈 我说 姑娘你这个 精神痛苦重要还是 肉体痛不重要 嗯 呵呵呵 那哪里精神痛苦 我们那个做 我见得太多了 嗯 什么狗皮精神痛苦呢 嗯 就是你给别人讲整个的这个 不是 就是我们做了一个策划 就是华大到底想干什么 嗯 我们把这个 把历史回顾了一下 把未来展样了一下 就是实际上就定下了 就这个方向 嗯 嗯 我昨天看了一下 这样 宏大的一个计划 其实说白了就这么三件事情 嗯 就这三件事情 能源这个无极限的时候 能源可控无极限的时候 是不是 是不是农业就 新的农业就出来 嗯 就可以一劳有命 不劳二货了 嗯 对吧 当这个生命 基因可操控的时候 生命是不是 理论上就快说无极限了 然后就认知吧 嗯 所以对认知 对没有测浪的话 所以认知就是 静气还解决不了 嗯 所以大家的人 从心理学活动啊 从那个作家的那个胡想上 八想上去去掰的 就是 老否定我们的工作啊 哈哈哈 说我们的胡想 那不是胡想 哈哈哈 我我我那个就主张 你要你要找到物质根据 哈哈哈 没有物质根据都是不告诉你 但是人不是光有物质构成的呀 他那个精神也是物质 你是很特别相信这一点 是吧 我就觉得不信 我就觉得 你你你你没有能量代谢的时候 你你还能想东西吗 不可能的 对 但是仅有能量代谢也不能写东西 也不能想东西 不是 所以说 他是分子层面以外的东西 我们现在没认知他 不否定他 也不要放大他 对 哈哈哈